为了要帮助在地的弱势居民能够温暖过冬 在新北市淡水区北新里内 有许多的爱新人士以及企业公庙捐出许多的红包现金 要给北新里内的低收入户还有生活困难的民众 而过去12年以来里长帮助弱势从不间断 因此今年淡幸慈善基金会也一同加入了爱新的行列 准备了20多箱的物资要发给弱势户 希望借此可以让他们过一个好年 活动已经大概我们北新里已经办了大概有十一二年了 那感谢我们的北新里的里民 这些钱都是里民他自动捐献的 我们这些里民他自己本身的生活都过得很勤俭 但是对这个的话他也很热心 每一年都有捐助这个钱来资助这些比较弱势的朋友 里长表示在北新里内有许多的散心人士 他们平常也是省吃俭用 有了积蓄之后自己生活无余 再将多出来的钱捐到里长平台来帮助里内的困苦民众 而里长除了再次感谢里内的企业公庙所捐助的钱 也相当感谢淡幸慈善基金会将物资送到旅办公处 而里长也在日前将这些物资连同红包发给弱势户 相当暖心 我们淡幸慈善基金会举办寒冬送暖人活动 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 那这几年来也非常感谢里长们的关心 尤其是很多里长都很愿意来响应我们的活动 那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北新里许春龙里长 一起来响应我们这个寒冬送暖的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幸福微笑箱 来传递这个幸福 让我们的里民能够幸福过好年 那这几年来 那加上我们那个淡幸的慈善基金会 知道我们有办这个活动 所以他们也加入我们这个活动 那也感谢淡幸这几年 都也一直支持这个活动 那让我们这些比较辛苦的里民 可以过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新年 基金会表示 过去淡幸在地方为了给困苦居民 一个安心度日的生活 时常举办公益活动 而看到里长这么用心为里民来服务 没合在地的散心人士 还有企业捐出散款 而这次也希望一起发挥企业社会资源的力量 让他们有丰富的物资 而里长与基金会等人 更到了行动不便的弱势户家中 将物资亲自送出 期盼可以帮助到这些生活困苦的里民 在农历年节可以温暖过年 记者许端一带水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